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9年8月10日 有示威者於紅磡集結 15歲少女等4人被控參與非法集結 管有詐約及襲警等誤罪 經審訊後 法官陳廣慈於區域法院裁定各被告全部罪名成立 案件押後至2月25日判刑 被告需還押後期間為被告索取報告 4名被告分別為25歲保安員張漢東 22歲技術員姚子浩 15歲理性少女以及19歲學生唐建龍 法官陳廣時裁決時指 15歲女被告被捕時攜有50支生理鹽水 質疑她是中學生而非醫護學生 為何要帶備這些物品 而案發時她背包中被搜到傘3M護目鏡 不相信她是路過港鐵黃埔站A出口的路人 而是打算經港鐵站逃離現場 陳官指即使她不是原初集結者 也肯定她有參與非法集結的意圖 就被告唐建龍被捕時間 裝束和背包被搜到的3M防毒面罩 外科口罩等物品 陳官也裁定她不是旁觀者 而是在警方驅散集結人群時準備逃到港鐵站 至於被告姚子浩 陳官指她於凌晨12點左右 在黃埔港鐵站A出口內被截查和被捕 和非法集結的時間吻合 她明顯想搭港鐵或其他港鐵站出口逃之夭夭 陳官也認為姚子浩背包內的白T恤 是方便逃走時更換 至於辯方證人工稱 姚子浩需要在工作時使用鐳射筆 陳官指自圓其說 因為工作用具不需要隨身攜帶 即使公司物品也可用作其他用途 裁定姚子浩的上司不是誠實可靠證人 陳官也憑被告張漢東的裝足 和被捕時管有的裝備 裁定她不是路人 並指她管有對港機和航拍機等 可被視為原初集結者 法官又指 有被告帶著印上法律支援電話 提示被捕密研密簽的卡片 反映背後的組織和涵蓋性 作詞至於衛生的角色 使用電話